有没有试过被人问那条问题 令到你都会怯不怯问这些 或者怎么回答 有的 说我没有礼貌那件事 之前做一些报刊的访问 他突然问我这条题目 我是 今集我的女嘉宾Sherman Hello 今天我是来接Sherman下班的 很开心 你知道什么人接下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今天接Sherman下班 因为刚刚做完电台访问 做电台访问对于你来说 因为你现在是主持 是 对你是不是也没有难度 其实也不是 因为访问人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可以想到 即时问 但是自己说自己歌曲的时候 就是在表达代表自己 用词那些事就要小心一点 如果我一说错 就会令到有些误会发生 但其实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 是歌唱比赛 对了 然能着精彩 我岂不可忍 容许你发梦吗 是 然后很快就变成了主持的身份 对啊 会不会不习惯呢 我经常觉得这些是会 反而我又没有不习惯 会不会被人忘记了你唱歌 会 绝对会 这个会 超级会 但很幸运的是 那时候的担忧 来到现在 就是继续有得出歌 然后又有得唱歌 有唱歌的机会 是的 然后再兼顾主持 又会觉得原来开拓了 另外一件事 除了唱歌之外 可能我的人很喜欢说话 是 就算做不做主持也好 我也不介意去分享 有没有试过被人问那一条问题 令到你都会怯不怯 问这些 或者怎么回答 有的 就是之前关于我做台庆 说我没有礼貌那件事 之前做有一些报刊的访问 他突然问我这条题目 我是打了个突 因为说一件事 就是关于台庆抽奖 在我们重演的时候 那个人是要负责抽奖的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断了 但原来他们是没有沟通的 是的 可能就变成 我好像做错了 好像没什么礼貌 去阻礙了别人 这个是很多时候 我们当主持 很多事情是 观众未必看不到 是的 但我又会这样想的 我会觉得 为什么观众 如果我再做得好 是不是观众不会不会呢 我会这样去反思 我觉得每一件事 每一件错的事 只要你拿到它的得着 你下一次就会再做好一点 只是这个present 挺漂亮的 我真的会这样想的 做主持材料就是这些 你也是 应该要的 其实双鱼座本身在爱情上的个性有什么特质呢 哇 就很厉害了 就是 我自己觉得 真的会比较容易受伤 这是真的 是 另外就是 会比较投入 因为他最主要很爱幻想 他其实是幻想 就是希望这段爱情 会像他幻想的那样 即使他不是 他觉得他会是 爆多FF的 是的 可能现在不是而已 之后会是 他不断会这样想的 还有我知双鱼座是有个特性的 是 就是很敏感的 我也是的 就是对于很多事情 你的第六感 很准的 很准的 我觉得很准的 真的 所以你男朋友也经常会被你疑神疑鬼 但是很准的 我也不会不断怀疑 因为始终我觉得两个人相处 是在信任 是 怎么说呢 要有信任 如果你继续都要怀疑 其实辛苦的是自己 所以这个第六感 不是难用的 就是需要的时候就会用 很圆滑 他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了 是啊 真的啊 如果不相信 我现在找到一个双鱼座去买一份 大家看我是不是看得有点闷呢 不要紧 因为今集有一个双鱼座的嘉宾 大家好 他不敢说你 我老啊 我觉得 不需要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是 我们试试数一下 对方三个优点 他是一个联系 我们大家的开心果 有他在这边 一些地方是特别开心的 他是 他在表现的 穿衣服的方面 他很开朗的人 虽然他最近可能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但很开心的是他找回自己开朗的心 还有 也有那一段优优 三个优点 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毅力 首先 他要练到这个身体是很难的 譬如我们演唱会前 我们要去排舞 然后他已经练到嘴唇都白了 我说你去哪里 我要继续练他的身体 对 然后我就觉得 你会不会暈倒 第二个就是他很细心 观察入味 第三个就是他多才多艺 他又可以作歌 又跳舞 他好像传闻 又是拍剧 就是类型 就是类型 都是 类型而已 类型是很广阔的 既然他说我平时很大声 所以我现在斯文一点 大家是不是有点不惯 但重点是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 叫Dirty Rhythm 你们听了没有 好东西 是 就是 其实比赛完了之后 你们两个各自的工作 都会不犯罪 对啊 对啊 他特别多拍剧 对啊 对啊 我就多主持多 对啊 是不是都很適合你们的个性 我觉得也是 因为我很喜欢 很喜欢和不同的人聊天 而我觉得在不同人身上 我学不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 因为我说话自己又很快 又有我说 平时和人聊天 真的吗 对啊 所以我从中访问任何人的时候 我都会学会 如何調整自己 哦 你要先听别人说 你想到那个问题 你要想着 不可以马上去问 我不断做主持 就是在训练我这一件事 其实你本身是否特别容易 跟一个星座会投契一些 多一些话题 我们刚好是 就是 祖霸祖妈这个角色 是 就是由比赛一开始 就 可能两个人合作的 多 时间比较多 是 那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物题 大家合作得开 就 大家都是take care 这班 小朋友 小朋友 还有 最好笑的是 因为我们一起被人淘汰 是的 就是我们在比赛中 就是这么搞笑 就是十几集里面 只有一集 那两个人同时一起包装 就是我们 我觉得是特别 match 你两个 今天衣服也配合 是 是 刚好 还要刚好 这一刻 就更加有些东西 就是心灵相通 是 可能同声了 同声了 会不会有日久生情 你有回事 对得多 大家要欣赏对方 嗯 我觉得日久生情 是每一个关系都有的 是 即是 即是可能其实是朋友也好 就是总有些人 你会觉得 其实我初度不是很合谈 但是慢慢你给个机会 大家再去沟通的时候 咦 原来大家很投契 是 那日久生情 是有这件事 但是可能不适合在我们心上 是的 我们因为太friend 就是 那个感觉 是大家就是好朋友的关系 就是看着对方一起成长 一起进步 是啊 和这种感觉 互相鞭策 继续坚持在这条路上 最难要克服的是什么 其实有很多 你也知道 这一行有很多位 其实大家 就是大众是见不到的 就是我们可能经历一些事情 或者 有些事情 是 大家可能不会想象 我们都需要经历这些事情 好幸好我们都有这个支持 system 好幸好我们这一班人 或者这些特别friend 那几个是 可以在这一条路上去支持大家 因为大家是特别知道 大家发生着什么事 而外面的朋友可能是 不会明白 所以都很庆幸 真的有个friend 说真的 对上一次的first drum演唱会 对我来说 是一个 我自己完全不知道 原来他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但结束了这个演唱会之后 我个人是釋怀了 有点觉得终于结束了 你害怕了这么久 以及不开心了这么久 他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我一直以来的不开心 一直以来有少少depressed的情绪 就是因为这个演唱会 但是我反过来想的是 我很感谢这个演唱会 令我真的成长了 和学会欣赏自己 原来我努力一点 我都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我唱了一首 我以前没有想过自己会唱到的歌 我觉得是我歌手的生涯 有少少的achievement 我觉得这个演唱会有少少力 点醒了我 我不是被人保定的 而是我被人保定之中 我如何坚强在这一行生存 所以我觉得 除了是一对CP之外 还是一个很好的同伴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 一起去经历 所有的事情 同伴是挺重要的 是的 是的 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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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温柔了吗 不温柔了吗 他叫做 温柔了 小声 收敛了 温柔对我来说 不是对着个人都可以温柔的 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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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í 好东西